漫画家想话一下眼前这栋无人别墅 别墅大门忽然打开 然后又重重关上了 但房子里漆黑一片 怎么看都不像有人在家的样子 男人忽然好奇心作祟 鬼鬼祟祟地打开大门 然后在别墅里面发现了死状凄惨的四具尸体 他被吓得跌坐在地 两只手上瞬间沾满鲜血 杀人凶手从窗边走过 微弱的灯光照在凶手脸上 男人连忙捂住嘴 生怕自己会被凶手发现 男人名叫小珊 是一名毫无人气的漫画家 他梦想着画出一部 前无古人后无赖者的悬疑漫画 但由于灵感匮乏 一直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甚至沦落到给同行当助手 这晚他被要求去画一幅别墅塑写 找了好久之后 才找到一栋外观优美的独栋别墅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目睹凶案现场 再配合警察作笔录时 小珊满脑子都是凶手的脸 还有他凶狠阴致的目光 他忽然有了灵感 回家之后拿起画笔 警方根据调查 将目标锁定在死者的邻居身上 邻居大叔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回 但是在面对警察的询问时 他对于案件的细节 确实一问三不知 甚至连凶器是什么都不知道 警察立个眉头一皱 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 眼前这个人大概率不是凶手 但绝对和凶手有什么联系 但在上级的要求之下 他们只能暂时定案 将大叔关押进监狱里 另一边的小珊看到犯人落网的新闻之后 十分清楚警察抓错了人 真正的凶手已久逍遥法外 但这一切与他已经没关系了 他回到画室继续创作 将真正的凶手的脸划在了自己的漫画里 这一次有了灵感的加持 漫画的创作变得格外顺利 一年后小珊的作品爆火 成为家喻户晓的漫画大师后 他带着老婆搬进了大房子 每一天的生活都过得温馨平静 直到有一天警察突然走访 将这份难得的平静彻底打碎 警察告诉小珊 几天前山道上发生了一起名案 一家四口在车里被人残忍杀害 凶手的作案手法 和小珊漫画里画的一模一样 甚至连尸体摆放的角度和藏凶器的位置 都已比一还原了漫画内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